字幕君 嘿我是保羅 我今天要談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談的是我覺得俄羅斯方塊裡面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的技巧 那是什麼呢 你們一定會作弊去看那個影片的標題嘛 所以我就不賣關子了 所以說我覺得俄羅斯方塊最基本最重要的技巧呢 很簡單就是往上疊 或是說day疊 往上疊 英文的話就是stacking 好所以往上疊有什麼好講呢 其實這個一般很多那個有時候新手會說 我都會疊出空洞啊 我這個我要怎麼變強我怎麼變快 這些很多的東西其實都是可以先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堆疊的技巧還不夠 可是 一般如果你在俄羅斯方塊的社團什麼的話 很少人會去提到去討論 怎麼樣是一個怎麼樣好那個疊的好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這次就來試試看能不能稍微做一個解答 就是怎麼樣能夠 怎麼樣是一個好的堆疊 怎麼樣是怎麼樣stack 那這個stacking裡面呢 尤其重要的是 那特別是 taturest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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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restacking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欸 呃 呃 就是說你疊 全部寬10 10列嘛 那你排9列 呃 也就是說 像是如果你空在最右邊的話 那就是 像這樣 好 所以疊成這樣子 然後每一次消呢 都是消 taturest 四行 那這叫做 那個 叫做 taturest堆疊 蛤 不要吵我 呃 欸 我到哪裡了 抱歉我被打斷了 好 所以呢 嗯 所以 呃 我覺得這個東西為什麼很少人在講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也是因為 它難講 一般人都會說 啊 你就練 對不對 你就多玩就會了 可是其實它還是有一些這個 規則可詢 那我今天呢 是不會實際疊給你看 那就下一次再來 那不過呢 我會來 呃 我想要 介紹的是這個網站 這個叫 這個人叫做 呃 Ryan Hayes嗎 我不太話 廢話 會發他的這個 信 好 Ryan這位傢伙呢 聽說他是 呃 魔術方塊 其實也非常有名 那他這裡 他寫了一個 AI 寫了一個 Tetris 這疊的AI 來研究 怎麼樣 能夠一直疊 Tetris 好 好 那為什麼 呃 為什麼我覺得 特別是 Tetris Stacking 那我可能 等一下我們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再來 試著解釋一下看看 好 先先看他的道理是 是在哪裡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標是 要怎麼樣能夠不間斷的來做Tetris 好 所以Ryan呢 他寫了一個AI 好就是 欸 跑哪裡去了 他呢 這個 這個很厲害 他是這個 呃 有點像Google是怎麼樣產生你搜尋的時候的結果 他的 就是說 他 就好像 Google會評估說你的搜尋 好 跟哪一個網頁跟你搜尋的字最有關係等等 那他他做的事情呢 是他 叫電腦來評估一個堆疊表面的這個分數 是一個好的還是不好的表面 然後就是選最好的那個來疊 所以 好 所以這是他的成果 他的 這個AI呢 可以在兩分鐘內這個急速的 不停的 做出Tetris 好 他就是 兩分鐘 不間斷 好 都不失敗 都沒有消任何其他的消行 來做Tetris這樣 好 所以 所以他寫了這個AI 然後來 來看 好 這個 這個程式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的疊法 可以讓我們不停的做Tetris 所以他 在這邊就做了一些整理 這樣 好 所以我們人不是AI嗎 我們不是電腦 那這個當然想的時間有限 所以 我們要 要排的排Tetris 排得很好 我們還是需要很多的經驗 很多練習 不過 Ryan的話 就是從他的這個AI裡面 他看AI的疊法 然後整理出一些規則 我們來看看 他這個 一些 一些小技巧 然後一些 基本的概念 讓我們來 學習怎麼樣 堆疊 好 所以 所以他所 Ryan首先看的是 好 我們有七種方塊 那這七種方塊呢 他們要疊在東西上面 然後不造成空洞 那他們腳下 是什麼樣的 樣子 好 什麼樣的地形 所以說 你看這個O的話 不管你怎麼轉 就是需要一個 兩格寬的平面 好 那像是S的話 他可能需要這樣子 兩格寬再凸起來一格 或是如果你把它直起來的話 他就是只需要一個 這個高期的一階台階 好 所以你看 這裡所有的表面 大多都是有這種平面 好 很多都是有平面 然後很多都是只有淺淺的 一格的高差 高度差 好 除了這個L跟J 有這種兩格高度差以外 其他都是只有一個高度差 所以 結論就是呢 我們要有造成一個很 很容易疊 好 很多東西都可以放下去的堆疊表面呢 他應該要有平面 好 他應該有平面 然後同時 同時 同時喔 同時也有這個 有這個淺淺的台階 好 一格 最多兩格的台階 好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 呃 觀念 好 所以 那他 底下呢 就是給了一些 呃 準則吧 算是守著這個 一些規則要怎麼樣來疊呢 好 第一點 是你把它 把這個所有東西都放在 靠邊的 九列 好 他是放在最 他是靠 排在左邊 然後最右邊空出來 好 那你可能會習慣 靠在右邊 左邊空出來這樣 好 所以說 你把它通通疊起來 都通通放在一起 這樣子 呃 就比較好跌嘛 然後在最右邊的地方 就把i丟下去 做 好 第二點 第二點很好用 第二點他說呢 把它的 把方塊的頂 把它的表面呢 跟現有的凸起的地方 接在一起 這樣你就會有這個 出現平面 好 像是這個 L跟T 你看 它把它 靠最左 然後跟最左邊這個 接在一起 它就形成了這邊 是一個三格寬的 平面 這個是兩格寬的平面 如果你不接在一起 你這樣空一格的話 你就變成這個 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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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就比較難疊 因為你需要有平面嘛 你需要有平面 也需要有這個 比較矮的 這個高度差 好 這裡是講說 要怎麼製造平面 很簡單你就把它 把它接在一起 來製造平面 好 第三點 這個你的平面呢 試著把它加入一些淺淺的高度差 像是這邊這個 就是一個完美的 完美的表面 好 這個淺淺的高度差呢 像是一個洞 好 那洞的這個底部呢 最好有兩格寬 好 至少兩格寬 好 如果只有一個寬 就一個洞嘛 對不對 那S跟Z就只能用直直的差 可是有兩格寬的話 你就發現 O Z跟S Z跟S 都很好放 放下去以後的 表面也很漂亮 好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這一個例子 接下來這個 它的表面呢 如果你有時候這個最明顯的疊法 並不是最好的 好 所以它剛才的表面是說 喔 剛好 你的有一個洞 有一個T形狀的洞 然後下一個來的就是T 好 那你要不要把它就是 補漆 這樣好不好 答案是沒有很好 為什麼 因為它只有平面 它就沒有這個高度差了 如果你現在來的是 下一個來的是S跟Z的話 那就變成 有麻煩 你要這個 用X的還是怎麼樣來補動 好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把T轉過來 好 轉這邊也可以 轉那邊也可以 好 轉這邊好了 轉這邊的話 接下來如果來的是 S就有地方放了 Z也有地方放 好 所以這個 好 所以不是說看到 形狀剛剛好 就把它丟下去 然後太平 太平反而不好 好 這個也是 這兩個例子都是 放很平的時候 反而不好疊 反而是轉一下以後 好 這個S跟Z才有位置放 好 所以記得我們的目的是 不管什麼東西來 我們都可以放它 對不對 我們都不會製造出空洞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種情況就是 你要顧念到 S跟Z能不能放 好 第四點是這個 避免這個太高的直立面 好 可是你可以把直立面 推到最左邊或最右邊去 好 所以推到最左邊 最右邊的話 就看不出來有什麼問題 這個 就好像不存在一樣 這個高 高沒有差 高在最旁邊沒有差 這個 所以這個 你看這個三格的高度差 如果推到最右邊的話 就沒問題了 雖然這邊還是有兩格的高度差 有點高 最好是一格高就好 這也是 疊在這裡的話 會有造成三格高的 高度差 你那個 把它推到最旁邊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 或是呢 有時候為了避免這個高度差 你可以把比較高的東西 塞到低的地方 這很明顯 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方法也不是不好 你把這個最高的 高度差 把它推到最旁邊去了 不過還是有這種 兩格兩格兩格的這個 高度差 不是很好 所以你把它塞到這個洞裡面 這個凹洞裡面的話 就會比較好 這個表面是 當然是要看 等一下來的是什麼 不過應該是 可以算是比左邊這個 要來的 要理想的表面 好 接下來 試著把這個 如果你有單格的洞的話 你這個 試著讓洞的兩邊 都沒有高齊 這樣子的話 你 它就可以容納S跟Z 這樣講好像有點難懂 不過你看 它現在 中間的這個洞 這邊有一個洞對不對 那它的L放下去以後 洞的左邊就被擋住了 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來一個 那個 所以這個洞就變成無法 無法接納S 只能接納Z 好 因為這個S的話 就是一二三四 這個被擋住了 好 所以它放右邊這一邊怎麼樣呢 這一個單格的洞 左右都是空的 所以你也可以插S 你也可以插Z OK 好 接下來第六點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玩的 俄羅斯方塊 都是看得到 next 看得到預覽 所以說 如果你不知道 等一下會來什麼方塊的話 你有這樣子一個洞 然後你來的是J 那J就像剛才說的 把它埋到洞裡面去 那就會形成一個還不錯的表面 可是如果你知道 馬上會有一個L來的話 那你X這樣 本來是會形成一個 三格高的高度X 不是很理想 可是如果 剛好L要來的話 L下去 就變成一個 比剛才更要 更要理想的 的表面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是可以 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預覽 來幫助我們 好 好 所以 好 Ryan的提示呢 還剩兩個 這個 可以說是兩難的情況 好 我們來看看兩難 有時候會有兩難的情況 就是說 好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表面 你有L來了 那如果你往左邊接起來的話 你會 右邊就會有一個 兩格高的高度X 好 兩格高的台階 那要把它補齊 只能用I 或是用L 好 選擇很少 那 那我們要不要往外推呢 把這往外推 它就沒有那種 兩格高度X 可是 這邊那個 你沒有階層平面 所以它就凹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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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的选择真的是少很多 所以形成平面 比较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是 做Tetris比较重要呢 还是补这个 太高的动来的重要 这其实就没有什么 好那个惊讶的 就是说 我如果我们的目的是 要不断的做Tetris的话 那 你把这个 跌的地方 过深的洞补齐 来的比 赶快做Tetris要来的重要 你看现在这边跌的是 有两个甚至是三个的 过深的洞 两个高的洞 那如果你拿 拿你的有一个I 那你拿去做Tetris 那他说的是 你就没有地方放Z 那这个 这个表面没有地方放Z 除非有造成空洞 那如果你拿I来补这边的话 你的Z就可以 有地方放 我是觉得他也可以放 左边这里啦 那S跟Z都可以放在 最左边上面的地方 我说是 对 我说是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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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你 那我帮你 我帮你